果然,一位身穿长袍的老者微笑着向我走了过来 他指了指即将落下的太阳,又指了指山顶的神庙 示意我抓紧时间,在天黑前回来 我连忙对他的善意表示感谢,随后开始向山丘走去 成千上万的桃片覆盖了整个遗址 这样规模壮观且保存完好的桃气丘 我只在埃及西部沙漠的几个遗址见过 前面提到过 在罗马统治埃及时期,达布阿尔班之路上繁荣的商队贸易 为保障商队安全并收取税款 罗马在整个西部沙漠都有驻军 军队带来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 并保护和繁荣了通行在沙漠商路之上的长途贸易 当时,最少有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赫加和达克拉绿洲 每个营有五百到一千人 军队中的罗马士兵在绿洲商路沿线的各个堡垒中驻守 在埃及招募的本地士兵和受雇的贝都英人 负责在各条沙漠小道上巡逻 只要有士兵驻扎 就需要为士兵提供满足他们需求的商品 驻扎在这里的罗马士兵们每天都需要饮酒 两个军团每年对葡萄酒的消耗量在350万升左右 堡垒周围大面积由陶器碎片构成的陶器丘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证据表明,杜什作为埃及南方的一座小型城镇 在托勒密时代之前就已存在 从该地区发现的可追溯至三世纪的纸缩草文档 以及刚刚浮出水面的考古证据来看 该移植显然非常重要 杜什在古埃及时期被称作凯舍特 他在希腊语中被称为基西斯 一直沿用到罗马统治埃及的末期 基西斯曾经是一个非常繁荣的社区 这里的商人与在此经过 前往南北和东西方向的商队进行交易 陶艺家、珠宝商、铁匠和其他工匠也聚集在此 在罗马时期,基西斯还建有儿童学校、妓院和健身房以及餐厅 餐厅里提供用优质绿洲葡萄酿制的美酒以及美味佳肴 农民耕种田地并饲养家禽 为该地区提供农产品和肉类 其中一些,尤其是古物,被装载到大棚车上 出口到绿洲、尼罗河谷的其他社区 也许还曾出口到罗马本土 遗憾的是,在公元五世纪 随着罗马帝国势力的衰弱 驻守在西部沙漠的罗马军团撤离 基西斯和商队路线上的一系列城镇逐渐被废弃 在我眼前这座山丘之上 矗立着一座由泥砖建造的神庙遗址 这也是抵达杜石后视线内最醒目的景观 但是如果你认为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杜石神庙 或者杜石只剩下这一座泥砖神庙 那就跟我犯了相同的错误 这座泥砖神庙是杜石的第二座神庙 大概建于二世纪末期 在它东边200米处与巨大的杜石堡垒连成一体的 才是杜石的主神庙 杜石山丘海拔79米 当你站在山丘西坡的脚下时 视线被山丘所遮挡 很容易将这所泥砖神庙 当成这里唯一的建筑 只有来到山丘顶部 才会看到位于山丘东坡的杜石神庙和堡垒 这两座神庙都沿南北轴线建造 在其至圣所都拥有罕见的拱形穹顶 神庙周围环绕着泥砖的砖墙 与西坡的泥砖神庙不同 位于堡垒东侧的杜石神庙规模更大 并由沙岩建造 环绕神庙的围墙至今仍保护完好 它与杜石堡垒共同组成了一个宗教和军事综合建筑体 神庙拥有连通堡垒的独立入口 杜石堡垒是迄今为止 在该地点发现的最古老的建筑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托勒密时代 堡垒是一个由坚固的泥砖围墙构成的矩形空间 历经两千多年 其残破的城墙仍高达六米 其围墙特征揭示了堡垒 经历过四个不同时期的修建 堡垒不仅规模庞大且结构复杂 除地上结构外 地下还有五层楼的内部空间 因为我当时的时间有限 而且也不确定堡垒的内部结构是否安全 我只是尽可能地绕着巨大的堡垒走了半圈 并没有去探索堡垒的地下空间 整个遗址最重要的建筑 还要数眼前的这座宏伟的沙岩神庙 虽然有迹象表明 杜石神庙在托勒密时代就已存在 但其踪迹已难寻觅 现存的神庙建筑要归功于三位著名的罗马皇帝 首先是罗马皇帝多密善在公元81年至96年间 下令建造了这所献给奥西里斯的沙岩神庙 据推测 他就在托勒密时代神庙的原址之上 之后 图拉真皇帝在公元117年 下令为神庙增加了一个庭院 最后 在哈德良皇帝又下令扩建了寺庙的其他部分 虽然神庙的装饰比尼罗河谷的古埃及神庙要少 但这所神庙的某些空间曾被黄金覆盖 因此而享有圣誉 虽然黄金早已不见踪影 但沙岩墙壁上罗马皇帝向古埃及众神献祭的时刻 仍然清晰可变 在神庙的后墙 还有一部分石膏彩绘得意行存 这所神庙供奉的主神是奥西里斯、伊西斯以及荷鲁斯 当然在希腊罗马时代 这些古埃及神明也有其他的称呼 比如塞拉皮斯、伊西斯和哈伯克拉底 说到这里 你可能不禁会问 既然有如此装饰华丽 规模辉弘的沙岩神庙 为什么还要修建位于西坡的那所泥砖神庙呢 在我看来 随着达布阿尔班之路上商对贸易的繁荣兴盛 增加的客流量也导致前往神庙向神仙级的需求大增 出于堡垒的安全防御以及人群的阶层划分的考虑 并非所有乡客都有资格进入到度式堡垒内部的沙岩神庙祭拜 因此 在堡垒外的西坡 修建一座专门为普通民众 甚至是黑人奴隶服务的神庙也在情理之中 埃及政府曾在1960至70年代 推动西部沙漠的开发项目 作为埃及西部沙漠的重要遗产 度式沙岩神庙于1967年得到了修复 度式神庙虽然建于罗马时代 但其规划和建筑与托勒密时代的古埃及神庙相似 神庙可以被划分为几个区域 包括两个庭院 一个只有四根柱子的小型住室大厅和一个制圣所 制圣所是整个神庙最古老的部分 越向外建造的年代越晚 同时从每部分的面积来说 越靠外的空间面积越大 比如第一庭院要大于第二庭院 制圣所则是面积最小的地方 也表明只有很少的人才有资格进入道治圣所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